选举管理委员会前日公布明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 填补新界东,九龙西,香港岛及建筑,测量,都市规划及原警界四个以直空缺 政界一般相信,参选人将一如去年立法会选举一样,需要签署一份反港独确认书 确认自己效忠特区及拥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公民党于补选日期公布后即去信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逢华 促进快解释及交代今次补选会否要求参选人填写确认书 而此为多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人士参加补选铺路 政圈流传两个月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梁国雄 自决派刘小丽及姚松严 君友二卷土重来参加补选 其中前两者了分别出战新东及九西 姚则是,二选一 再战建筑界或转战港岛区 不过,最终三人参选仍要通过确认书一关 包括是否愿意签署,反港独确认书 三人即使愿意签署确认书 亦要选举主任信纳他们反港独的立场 公民党五名立法会议员于保选日期公布后随即出招 去信逢华关注次次保选会否要求所有的参选人填写确认书 该党表明,绝不能接受确认书成为选举常规 并要求选管会尽快解释及交代 包括今次保选及日后的选举 确认书是否成为选举常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